想要在都市丛林中体验刺激 磨泥枪林弹雨的野性快感吗 第七届议长杯七弹体验赛 3月15号在台东市森林公园举行开幕仪式 台东县七弹运动协会主席劳沁林 执行长林从汉 立委刘兆豪服务处主任 立委政天才 以及多位议员和县府长官贵宾都前来大力支持 今年一度选手越来越多 今年好像有分了很多组 尤其是还有我们原住民组青年组社团组都有 今天在这边齐聚一堂参加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比赛 希望七弹运动能够在台东县能够推展得越来越好 我们选手都能够来在七弹运动里面体会出设计的乐趣 大家说好不好 好 祝福今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谢谢各位 七弹运动是一项预先规划好 进行模拟战斗的运动竞赛 游戏过程中可以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以及激发个人潜能 让感官更加灵敏 活动中 主办单位贴心的邀请玩家选手们共同进行暖身运动 教练也特别针对相关配备与护具进行指导解说 并且在这次活动中特别安排特殊教育的孩童体验感受 议会办的活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然后希望这次的活动大家都能圆满顺利成功 圆明射击队加油加油加油 七弹运动是一项非常适合男女老少 共同参与的健康休闲活动 安全有趣又可促进彼此感情 因此在团体间大受欢迎 东台新闻黄新平陈怡君台东市报导